美國投資話題成為焦點 國營事業中油傳出下一步 將會前往美國採購頁岩器 不過有部分的中下游廠商業者就質疑說 如今前往美國錯過了投資黃金期 讓中油方面陷入兩難 對此中油就表示 6月將會參加美國投資招商峰會 考察當地環境之後再做評估 量不變那是只要增加 換句話是高資化的這個產業 那美國在頁岩器的原料等等 有相當豐沛的資源 那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增加 這一部分的能源 臺灣石化產業步入高質化 經濟部設立推動辦公室 希望提高產業附加價值 繼財訴後 國內國營事業中油集團 看好美國低廉頁岩器原料優勢 研擬聯手中下游廠商業者投資美國 首先鎖定德州與路易斯安那州 作為投資選項並進行評估 那頁岩器的產量豐富的話 它其實是有另外一個製程 可以產生石化下游 以稀 丙稀這類的基本原料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去 美國投資的一個想法 當然因為這個部分一定要 下游跟我們一起去 初步來看 目前是我們一個方向 但是事實上是不是適合評估 目前都還沒有定論 由於國際大廠 Shell ExxonMobil 道等業者 早在三四年前就布局美國業延期 陸續在今年下半年 明年初投產以息產能高達450萬噸 部分中下游業者質疑 中油此時才前往美國投資 恐怕為時已晚 也有業者認為台灣石化業 在不前往美國設廠 早晚被邊緣化 中油表示 六月將參加美國投資招商峰會 考察當地石化投資環境後 再做進一步評估 外界認為國內環評因素影響 石化業要在本地擴廠不易 像海外投資布局恐怕是大勢所趨 就看能否取得更好的優惠條件 新大電視 史文童 台灣台北報導